以实际行动照顾建国国中 慈灰分校高关怀的学子 苗栗县头奋东方福伦社 以及公道正义协会 共同举办了爱与关怀青少年活动 与辛苦的老师还有孩子们一起开心来围炉 还准备了美人千元红包 而同学们则是以精彩的才艺表演 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意 精彩歌舞为围炉演开场 更长了欢乐气氛 虽摩寒冬又到了吃尾牙季节 会传递温情 苗栗县头奋东方福伦社 公道正义协会 共同为建国国中慈灰分校 办理爱与关怀青少年活动 教育部也一起出合资 把这个校园都改 有做一些的整理 希望孩子在这边读书 是建国分校的 慈灰班的 我们一起来跟孩子们一起来成长 建国慈灰分校43位的同学 多属于高关怀学子 平日在学校住宿 老师费心陪伴 他们成长的历程当中 需要多一份关心 这次的特别我们就一起 在这个过年前 送上我们温暖的爱 除了来陪他们围炉以外 也同时每一个孩子 我们一人给他一个小小的红包 希望能够来肯定他们 鼓励他们 希望将来有机会 他们能够在这边 好好的学习成长 有机会也可以贡献 我们的社会跟国家 这是第一次办理围炉宴 天心的孩子们准备才艺表演 作为回帝 表达感谢之意 孩子们住宿在这边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伴侦 就是大家一起 跨了年之后 一起聚餐 非常的温馨 然后他们也表演 就是平常的一些 社团学习的成果 在大家的面前 给他们肯定 我想可以增加他们的信心 年前和辛苦的师生围炉 致证孩子们每人一千元红包 老师也有精美的小礼物 一个个圆桌围住彼此 美味佳肴 暖心又暖胃